我要下去囉 太累了吧 來囉 好囉 好囉 耗住喔 珍乃 我 耗住喔 要死了嗎 好囉 太酸了 這什麼 亂滑劑 這什麼啊 這什麼 怎麼會有亂滑劑 小小的比較方便 怎麼會有亂滑劑 為什麼要亂滑劑 哈囉 哈囉 歡迎來到小珍乃頻道 今天的全新主題呢 是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啦啦隊女孩之底下的 練舞穿搭 大家想一想 我今天會邀請什麼來賓呢 在我們小龍海啦啦隊裡面啊 我覺得我特別有注意到 一位女孩 我們每次下班之後 我發現她穿的衣服都很漂亮很好看 那我們來歡迎今天我們的來賓 是我們的 我們啦啦隊女神小櫻 耶 哈囉小櫻 今天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平常啦隊私底下 練舞的穿搭 因為平常大家是會看不到 我們私底下練舞的樣子 那練舞的時候 你都會穿著是什麼樣的風格 其實我還蠻多元的 穿寬鬆的褲子 會搭配金身的背心 因為比較低怕的那個 所以你一定要有那種 像是 洋蔥式穿搭 洋蔥式 一層一層可以扒開 所以今天你也會一層一層 讓我們扒開嗎 嗯 不好說 那我們就 廢話乾脆不要多說 我們就來看一下 小櫻今天的 洋蔥穿搭 好我們去換衣服吧 好 好 好 超 臣 超 -I'm getting tired -Yeah 那樣大家應該看到我們 不完好的運動裝的走秀了吧 就每個細節都拍得很清楚 欸我發現我們兩個的風格蠻不一樣的欸 你看我們小胤真的是上半身也是緊身 然後是褲裙嗎?是可以扳的嗎? 只有褲子 如果穿裙子去練舞的話就會不方便 有些動作可能比較大一點 這樣的話就會有點曝光 就會有點曝光 剛好你可能練完舞之後 可能要去吃飯啊什麼的 很方便你不用再換妝了 不會帶兩套那種 你就是今天直接這樣穿 就是一套到底 那像我真的很麻煩 我覺得一定要全部換吧 全換 可能就要全換 這個背後真的 剛剛這個九層的時候 都有看到這個背後交叉 這是很透氣的對不對 然後像我的話就是 可能會再搭外套 如果穿這個的話 鞋子也可以穿靴子 或者是護鞋 那像珍乃其實就比較偏無聊 我就真的很運動 不會啊 我看這邊我覺得非常的那個 看這邊 非常有聊是不是 對的 這樣子穿的話 很多女生可能會選擇 她可能像我比較豐滿 這樣子練舞的話應該要怎麼穿 會比較沒有那麼負擔 就是選對那個運動內衣 歡迎運動內衣來招商 就是像這種就是有彈力 而且像這種我們裡面就不會再穿內衣 是因為它本來其實就有這個彈力 有包覆 所以其實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就是不會激突嘛 因為其實它就是這樣包覆 順便補充說明一下 它澄清一下嗎 澄清一下 就是網路上的鍵盤殺手 就是說 真乃今天穿的 欸這個有晃喔 就會覺得說 喔真的 真材實料 那今天我們突然 欸沒晃了 就覺得啊這個假的 因為穿運動內衣或是貼NEWGURA的時候 我們是整個把我們的上胸包 然後集中 集中包覆住 我們是為了不讓它晃動 對 可是因為這樣子會導致 我們這樣在運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上胸就比較不會有 波濤洶湧的流量密碼 那有一些粉絲們就比較不會判斷 都覺得啊那這個不會動 那它可能剛好當天來的 比較包覆性比較好的 像日常應援的那樣子晃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裡面 我們就會選擇穿正常的內衣 內衣 它會導致上網友們都很喜歡 自以為是醫學小博士 大家就自己去評論 我可能一三五是真的 二四六是假的這樣 哈哈哈哈 一三五又是那樣 就是會跟 就是會跟 對就是會跟穿什麼樣的內衣 或是運動內衣 或是NEWGURA有關 就是趁今天的主題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對沉浸一下 寧湯真的超忙欸 每天醒來我就要去趕工作 每天醒來我就要趕行程拍照 根本就沒有時間去上健身房運動 那其實平常在家裡的運動就是 練應援之餘 腳印有沒有什麼 獨門絕技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要看影片就是有懶人的教學 其實我就很簡單啊 我就是很單純就深蹲 因為大部分我們在練應援的時候 其實下盤或是各種朋友 下盤都要很注意 所以我現在就來跟大家介紹這個下盤的穩定度的部分 我們要CUE我們的特別嘉賓 歡迎我們的小珍奶 也是小珍奶 嗨 嗨 好可愛喔 嗨 這是我家的大貓嗎 像我們珍奶今天 它已經達到快4公斤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抱著自己家裡的小可愛寵物 然後還可以跟它有一些親密的時間 然後來順便做這個聲音 那感覺還不錯欸 對你看喔 然後就我們就這樣 通常一次都做一個滴滴啊 一組大概就30下 30下 確定嗎 我們快轉30下 剛剛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家裡深蹲的時候 我會抱我們家的貓一起這樣做 那我們來看小櫻示範那個懶人運動法 在床上那個腳開合的那種 快我們來歡迎 示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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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腳踏車好了 好腳踏車 腳踏車的部分 腳踏車的部分 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那會做幾下呢 差不多做到 腳有點微酸 差不多可能要劈個30次 然後再做開合 那這樣要做幾下也是30嗎 差不多這樣 好開 好開 你一直聽到我的開合 對 所以你每天都會做這樣子 差不多 謝謝小櫻 雙人運動嗎 對 小櫻你要跟我雙人運動 對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示範一下 小櫻剛說他終於要找我 雙人運動 現在就為大家示範就是兩個人的運動 可以在家裡做什麼 就除了大家知道的雙人運動之外 我們來做一點就是其他健康的不一樣的運動 躺下 就像 仰臥起座的姿勢 沒錯 然後 躺著的人要屈膝 然後另外一位呢 雙腳站在小櫻的膝蓋前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要 就這樣食指抵扣 我們就是要這樣 然後在上面的人要做一個 無力挺身 我要下去囉 太累了吧 來囉 好囉 好囉 我抱住喔 要硬了嗎 好 好囉 啊 太酸了吧 我全身也要出力 硬起來 小櫻硬起來 啊 太棒了 好 差不多一次就可以 好 太累了 剛剛那什麼雙人運動 我們剛剛真的一臉穿起來 真的太累了 對啊 企劃你在挑我啊 企劃 這個雙人運動明明就是你剛剛拿出來的 好 我現在想到一個更有趣的事情 我看到你的包包 我來突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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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剛剛突然想到說 今天拍完運動太無聊了 我們要來突擊一下小櫻硬的包包 等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有龍心大樂啦 這不是我們上次那個主題日的那個手燈嗎 你為什麼要帶這種東西出門 練歌啊 因為我平常唱歌 就是需要加強 啊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小黃瓜嗎 眼磨 眼磨 都可以消個水腫 所以是有用的嗎 是真的有用的嗎 沒有這是我剛買的 為什麼要放這個在包包 這是我剛好前提提的就是去按摩 然後他剛好也在靠面 所以正宋 偷一些卡 精明的卡 然後我就抽到自己這樣 在這個鈴森北路 這北路不是那個嗎 這是正常的 你去那個鈴森北路按摩 這是正常的 我以為我是去找你說 我想說二號小應這樣 這是什麼 潤滑劑 這什麼啊 這什麼啊 怎麼會有潤滑劑 小小的比較方便 怎麼會有潤滑劑 為什麼要潤滑劑 這個 修護精華 說我出門 有時候可能 沒有保養到 我就會想說帶個隨身的 然後就 快速塗在臉上 好快速 欸我看到這個欸 好漂亮喔 這是你剛早上的照片嗎 還是什麼 那好像是我之前的 喔之前的工作照片 然後我都在包包裡 欸大家看 你看他剛好上面 還是Happy New Year 好啦我們謝謝小應 今天來到珍乃家 然後還被我們突襲了 包包 意外的發現原來小應 還有在尖指的部分 二號YING 小應點起來喔